咖啡比较日快乐伙伴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刘 小牛还是小油 我都被你搞懵了 今天我们来开箱 这是西门子的EQ500 几个月前 我们开箱过他们的EQ300 这款是属于他们的一个升级款 接下来我们开始 这是配件盒 装牛奶的 下边就是咖啡机的本体了 等一下我们把它拿出来 这个是一个水箱 上边是摩托机的豆仓 豆仓盖 这个地方是一个放咖啡粉 前面是面板 奶管 说明书 保修卡 这个奶管放进来 这样的话可以抽牛奶进咖啡机 是需要把它卡到这个地方 这个奶罐如果牛奶没有用完的话 可以直接取下来放冰柜存储 打开前面板里边的萃取单元的机器是可以单独拿下来清洁的 这个水箱专门给这个手的手指头这个地方 然后设计了一个握住的这样的一个小凹槽 用这个来接水其实还是挺方便的 那现在我们可以开机尝试一下 听声音 开机的时候会自动清洗一下 会有一点水出来 完成了之后 这个时候它已经出来了咖啡的菜单 那前面面板有1 2 3 4 5 5个图标 5个图标分别有espresso 意识浓缩 美式 黑咖啡 cappuccino 拿铁马奇朵 最后一个是组合性质的 可以做热水 意识马奇朵 双分浓缩 奥白 美式 那这个美式应该是espresso加水的方式来制作的 面板上的那个是长脆的longo的方式 还可以出奶泡 上面它是有可以调节这个单杯和双杯的一个按钮 以及这个咖啡豆的这个按钮是可以调节粉量的多少 淡 中等 浓 非常浓 和加倍相浓 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调不同的浓淡度的话 它磨出来的咖啡豆它的量是不一样的 这边还有一个调杯量的按钮 就比如espresso 可以调30毫升 35毫升 40毫升 45毫升 50毫升 包括还有设置以及咖啡的温度 咖啡的温度可以调中等的高的也可以调节最高的 我就用中等 因为今天我用的咖啡豆是属于中升烘焙的 如果用浅烘焙的咖啡豆可以用高一点温度好一些 倒下咖啡豆 它这个磨豆机也是可以调粗细的 里面有三格 通常全自动咖啡机我都会用到最细 那我们直接来尝试第一杯浓缩 填完成之后下面是萃取 50毫升的咖啡液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杯cappuccino 它cappuccino它这个菜单上面显示用的是瓷杯 那我就有一个小的瓷杯 那这个杯子是在150毫升左右做一个120毫升的cappuccino 然后也是咖啡豆非常浓 我每天喝这么多咖啡的一定是对咖啡的这个浓度要求是比较高的对吧 诶 制作cappuccino它是鲜磨豆 接下来是大发奶泡 它大概用了两分钟左右 我们看一下它的质感 上面呢会有一些些大泡 那这个大泡呢其实是可以把它里面敲一敲 那我们喝一下它这个口感啊 就是整个奶泡的和咖啡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这个比例 味道怎么样 哇 因为这个我用的这个杯量是比较小的 它喝起来非常非常的厚实 很浓很浓 因为牛奶用的少 咖啡的比例用的多 所以说我觉得它这个的菜单的这个设计 可以通过调节咖啡豆来调整咖啡浓淡度 通过调整杯量来调整整个你喝到这个口感的牛奶和咖啡的比例 整个这个奶泡其实喝起来还是蛮顺的 那最后呢 我想再做一杯单独的用这个机器来打发出来的奶泡 用这个杯子来做 去看一下它打发奶泡的质感怎么样 最后一个按钮呢 是可以调节成打发奶泡的选项的 然后也是可以调节这个奶泡打发量 我们打发160毫升 来试一试啊 看一下质感啊 打奶泡的时候啊 最好是倾斜着拿着杯子 让这个奶泡沿着这个杯壁下来 这样的话 前期它就不会有大泡出来 好这个奶泡打出来之后 其实它是非常绵密的啊 除去最后收尾的时候啊 有一些空气大泡 我们可以敲一敲把它震掉 那整个质感还是非常光滑的 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质量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奶泡了 我单独尝一下 整个喝起来是很绵的 已经是一杯奶泡打发的质感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全自动咖啡机 它的这个打奶泡的功能真的很厉害 因为它不需要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技术 那你就能实现打出来一杯这么绵密的这种奶泡 我们刚才已经开机制作了一杯意识浓缩 杯这个是cappuccino 还有单独的做了一杯这个打发奶泡的这三杯单独的这种饮品啊 那从这台咖啡机的这个菜单这个设计啊 让我觉得它是站在实用者的角度去考虑的 那对于大部分的国人来说 我连意识浓缩和这个cappuccino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那这个菜单的这个图片啊 它连杯子长什么样 以及它咖啡做出来长什么样 其实都已经展示清楚了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全自动咖啡机会被发明出来 以及慢慢被家庭被办公室用户所使用的原因 那另外呢 EQ500还有一个黑色的经典版 它是直接可以连奶管放入不同的牛奶盒子里边的 菜单的最后一个组合是只有一个奶泡和热水的 最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你们会买全自动咖啡机 还是半自动咖啡机 不要问我啊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 那问就是全要 感谢观众 MK在这里 咖啡不较之一口就入魂 我们下期见 Cheers